傅先生准备把奶茶店开在绍兴万达广场进阶 因为代理权的纠纷装修已经停工了 事情要从2月底说起 傅先生两口子找到上海永森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了单店服务合同和品牌授权合同书 总共交了99800块钱 奶茶店的名字叫DM空间 傅先生说 当时他跟对方谈合作的前提 是要绍兴科桥区的区域代理权 傅先生介绍 拿到科桥区的区域代理权以后 如果别人在科桥区开奶茶店 他可以拿到公司的分红 当时去对方公司 没有直接签区域代理合同 公司跟他签了一份手写的补充协议 傅先生拥有补差价升级区域代理的优先权利 如果傅先生这边达到了双方约定的盈利金额 傅先生补80200元 如果没达到约定的盈利金额 补10200元 傅先生说 盈利金额是指营业额 具体多少 双方要等开店后再谈 上个月公司开了培训班 他遇到了同在绍兴创业的吕老板 一交流 傅先生懵了 傅先生找到了负责运营的刘总 刘总经过查询说吕老板在他之前就已经拿下了柯桥区和越城区的代理权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吕老板 我是2月17号吧 你签了柯桥跟越城 对 那天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你自己签了什么合同你自己看清楚 如果你签的不对嘛 你找公司去就跟我不搭干了 因为我是在他之前签的 吕老板告诉记者他花了25万拿下了柯桥区的代理权 现在出现问题傅先生应该找公司 傅先生说他找过公司 对方表示可以给他其他区域的代理权 上一区还有那个盛州市是吧 很多周边的 对还有新仓的 我说那地方我很熟悉的 那地方很偏的也不好做 傅先生表示这些区域肯定没有柯桥的区位条件好 他现在不想做了 事情搞得这样 说实际上我觉得他们管理也奉养 也缺乏诚信的 这家公司真的 我很难合作下去 我希望他们把那个前面投的钱加盟费退给我 好像是99800 房租呢 房租是将近12万 还有装修 装修对 差不多是那个2万8000的金钱 随后傅先生拨通了运营部刘总的电话 咱们签的是喜剑店合同 对不对 交的也是喜剑店的钱 你的想法就是必须要做代理 这个代理不给我做 我就不做了 你们自己签的是吧 你说给我优先权 那我优先权是在哪里呢 这边呢是商务经理他们出现的问题 知道吧 我这边我之前我也跟你讲过 我已经给他们处理了 所以说咱们现在就面对现在这个问题 咱们不要讲以前 好不好 现在咱们解决问题 傅先生还是想问个明白 公司既然已经把柯桥区的代理权给了吕老板 为什么还承诺给自己优先权呢 优先权就是优先权有这个 他可以再签代理这个权力 那后面怎么又给别人呢 这个代理是在他之前 这个我们是之前有跟他讲过的 刘总还是没有证明做答 他表示 如果傅先生不打算跟公司合作了 建议他走法律途径 如果说他觉得他不想做了 我这边呢也是建议他 这边走一个民事诉讼 走正常的法律程序 如果说还是能交涉 还是对我们这个项目感兴趣的情况下 我们肯定是还希望跟他有一个合作的 1818黄剑记者绍兴报道 这边同时就会给这个人想做的 这边是新道卑士多走的 在这个方式里边的福感兴趣的 线糕 我们下车队